另外 嘉義市政府小公共救助救護支揮科在日前 也來接到民眾報案 說在董事後有兩台機車 發生到交通事故 現場有人受傷需要救護車 小公共隨時派遣到救護人員 還有救護車前往出局 合格在在現場受傷的民眾 經過在立後並沒有馬上的生命危險 離車和外院現在有健康調查到 該市後分隊叫人車交通事故 有兩台機車交通事故 有兩名上車在當地救援 其中一名路線上車 這麼小腿開放前骨頭回去 另外一名上車是全身桌子切胸 叫另外施設兩人進行上口處理支援 分別三個便宜治療 那現場養民傷者意識清楚 那救人員給予適當的急救處置 那分別送往改家一室的醫院做處置 經濟路線上車表示 他當時出門 就在家來問客 跟另外一台機車騎士相容 當中受傷倒地 合格在相同在境界治療之后 沒有生命危險 離車外院後遭遇警方調查當中 先想到民間去猜猜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WAMTV YouTube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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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問我們